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3D 头关 四班千二头请 这场赛事赢了一匹 来自赛赢了四季起 马房也很顺利 拆组的另一组 但这组的水准应该是高一点 多一些马可以选择 独元及帝 其实也挺好 这个第二名跑单 组段也挺主动 三岁马 大把进步空间 三岁马 他今天不是很利放 如果你跟刚才佳敏法 那组比的头段 他比较快很多 是 没错 刚才那组比较慢了 组段 泥地草地都可以 真的好 三岁 另外可以看起步 他弯位时有点耐闪 但也觉得他还有些进步空间 后备补出 是 补出来 潘顿也跑不到 潘顿要跑胜利才子 其实你看他骑在第一二步 马的平衡也不太好 马的平衡也不太好 立刻跑出外面 闪了出去 然后打左手边 然后闪了出去 都还有一些进步空间 但这个状元及帝 真的很容易 推着尾尾也不停 其实想 转过来跑草地也没问题 起步就追不到 四季起到他 原来那条跑线 今天真的可以 中档可以冲一下 我看看你的镜头 尾场有没有其他马 可以继续选 可以看看 有些质心马 如果你的第一次开始 都走得不错 如移民元帅 那些 顿系统 无可限量 就会失望一点 换了舌音跑 又不是宽顿跑 他还是要学习 但今期内的胜利才子也是没有的 是 判断系统 结果就后备捕出 反而是这一步 看到镜头 四季起着 都冲上来赢 是厉害的 我们看看第四名的照片 第四名拍到 就是星際精英 看看分短时间 投暖23.77 第22.41 每段23.25 赛事时间1分9秒43 你说莫雷拉今天 亦显出好像比较令人失望 但譬如 勇创派对 这些 由菊草1,000转 去田草1,200 难度是很高的 1,000转 去田草1,200 都不重要 但这一组都很明显 得的马是很多 即是你起码 遇到很多对手 但居然你是热门之一 这些马 真的不太值 是的 这场赛事 刚刚也说过 有些质心马 今次初出 其实个势 都未至于很亮眼 但起码跟回来 下次都可以再跟进一下 我觉得今场 大家又会喜欢些什么 四季起都没什么 太特别的东西去挑剔 是那只镜子跑的时候 他又斜着 什么瘦边的时候 他又闪了进去 早上完全没眼 又不是丁仔那些 很急的那些 那货集要开边 是的 我真的看漏了眼 但他是赢得了 不过这四季起是上季 我们都知道他有能力 今季是害怕的状态 状态 可以继续跟进 草地泥地都可以 两棵都可以 其实跑第四 那些星际精英 转了马房 熔天鹏马房 今天都不是摆强阵的 都追得这么好 如果这一组计 去回那些赛组 他很好用的 其实之后的姜压 很暖 其实操控不到 都可以跑到第四 都真的挺好 应该有些空间的 是的 转马房 我拨插组之后 我真的继续继续看 再看看下一场 3D次冠这场 是三班千八的陶程 其实看到大二门 买到二十多元那一笔 好了 这场有些暖龙的镜头 在这场 为什么呢 早段哪个带头 其实都不清楚 超厉害 勇士起了布鲜 但搞得两搞 绿灯走去带头 其实 也有些说抢口 凌价的抢口 和我们的想法 应该为安城 你上次不是放了出来 慢慢放都可以 开始出问题了 接着抢口 抢口 因为为什么呢 跑了两段之后 突然间的布速是慢得很紧要的 前面的盛大光辉 倒慢了 是的 接着二十五秒 第三段 这里很惨 头下到爬树 清准快车 后面也有点抢口 那些马都是不好厚的 没错 没错 安城 真的没什么理由 会这样吧 那你同系了 安仲 上次回来 安仲在后面追 这个故事 我们讲了上半集 安城出问题 安仲都好像不多清醒 前面慢没有感觉 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 加州十大 是最先发觉 可以做得到的 他都猴 是不是 捉住他走 他捉住 不过他自己涌上来 他都不是骑 他还是硬实 但安仲都还没骑 你背着衣服 你那时候 你感觉不到慢的吗 加州十大 定住 不过他看空了 他自己涌上来 不是田泰安 比着上 你看彎位的时候 原来都不用比 都上到来 你比较多两步后径 你当然不是他手脚 安仲入到直路 跟着了一轮马尾 都没抽出来 真可憐 那只马有的 这只马 我觉得他有得赢 搞到我看完这一场 他不敢选择 就是了 那黑道头半场 居然是零分 计算这只在内 马有的 他入到直路 还跟着马尾 他不抽出来 是你后知后觉 即是说 安城与安仲 今场都是 轰轰轰的 是不是再看多次 看看轰轰 安仲的马房 今天都静如深海 但是安城 没理由 潘顿来的 我今天这么碰 跑场是这样的 是 错了 头段是错了 这场那些 有些马 刚才也提过 精准快车 又跟着加州十大 上来 一队都冲得好 中外档的场地 莫雷拉就没什么关系 高尖不足尺 都不够跑的 连深星 就被超敬勇士 再一片 就是 弄了两个假身 但 大二门凌佳 在马林里面 八三个分子都没什么看 但凌佳又是似的 其实也是 抢口 完全因为要这样 好了 看看第五场分段时间 头段是13秒98 第二段是22秒78 第三段是25秒正很慢 最后两段是23秒95 和22秒91 赛事时间是1分48秒62 这场赛事有些统计图 让大家参考一下 战贵资金高冬田泰港这对组合 田草千不合作 成绩有多厉害 十六次里面 有三面四Q 一个第三名 都挺厉害 上名有50% 前四名63% 今次就赢加州十大 这场 赛前看都不容易 因为133万12 在B加2跑道 当然大家都知道 这个马就有能力 但他真的 他发挥得比较醒目 其实你说他刻意去发挥些什么 我也不觉得 只不过速度慢 他在外面走 都没骑 顺其舰 顺其舰都上去了 所以我为什么说安仲 这场赛事 其实是发挥的水准之下 你都后知后觉 根本都 是的 因为有些马一起跑过 有些猜不到 反而西林版重磅的 加州十大会比同场的马 跑得好 但我还是觉得 好像较后的场子 或者整体来说 中间场地的外面 马冲一段上来 有利点 现在都不是说 跟上场地是这么简单 就是在哪里有法力 你安仲和加州十大有分别 上次安仲是在赢加州十大 现在是因为法力 让他后 变成一个赛果 这场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这场是国际级赛 精英会 跑千亿的屠城 速递骑兵 行不行 为什么会走这个位置 没输过的马 起步在哪里 外档 不是很快 当然也不能怪他 因为前面真的很快 又奥游战士 和气生财 这些就快点了 但他都比于其后一些 都不应该后过二郎 只说跑千亿 不应该后过二郎 甚至不应该后过显心星 是呀 其实显心星这场 会跟干了 因为早段一对马 其实一起走 段速也不慢 我们一直看下去 显心星 因为第二段 大家一起开21秒66 显心星 在传统B加伊兰 那个是好位 今天这个 一半 一半位 好了 移出去搭拔被梁 显心星 速递骑兵 移进去 今天里面都没什么云 还有他移进去的位置 是明显前面有马 为什么要这样走 前面的马 没有机会 你看美的几步都骑得比较柔 这里没有骑 基本上 看左手的幅度 你都看到 人家 是的 标志未来 康庄大道 冲到上来 真是 如果买了速递骑兵 就得了云字 是否因为季内 初出吉他伸 其实云在哪里呢 就是标志未来 是不是特别很后劲 也不是 走过位都够了 那你速递骑兵 走出去不行 会不会因为 他觉得标志未来 会封了他的位置 因为始终都搬顿 但不是 我看他一早打算进来 是吧 选了入面 完全这个位置 就是品字形 接着就是聚财 嗯 聚财又不太好 再走出去 是 最主要是有几步 他又骑得比较柔 这边 这边 这边看凶了 上轨的时事有余 你看 很特别去谷他 他有骑 但是就柔一点 没有那个幅度 是否看完很谷起呢 那我看看分论时间 先说一下 头到23月25 第二个月 开到21月66 每段23月04 这场赛事时间 1分7秒95 好了 马迷是否谷起呢 立即帮你解答 因为这个环节 是马迷讨论区的 看这些朋友怎样说 阿周顿就说 速帝奇兵 虽然瘦了 但是小子 还可以欠到 第四名 但是莫来 拉斯基部 轻轻推一推就收工 他应该买了 四雄彩四年环 所以他有少少谷起 好了 帮你发声 是否真的这样 拉斯基部 收息了 我真的不太信 少少谷起 我看见都谷起 已经 我们上季都说过很多次了 对 第一次大骑尸 第四第五都不去争 不去尽力争 其实是否要说 你看多一次 近镜出帝奇兵 看一看 老实说 你说罚就没得罚 因为他有推 他有期 但是推旗的幅度 够不够符合 马迷的要求 你都不败之思 很速度 左手 你和隔壁就知道 人家会由战士都没有 人家的旗都上马头 是否有些东西捉一下 我明白 我真的明白 有什么捉 我看就不像马友 我真的明白 所以这个马迷讨论 今天很多马迷都很多话说 关于马雷拉 刚才我开之前问道演 是不是整把今集 整集都可以 全部都马雷拉 这场都变回很多 他是不是 还当传统B加2 不是 一走出去是没命 要放下去才行 他前面潘顿赢了很多场 你看着你对手赢 你这样 即是没睡醒 今天不是只一场 不是只一场 他不是只一场 还有 今天看上去 也有少少场地偏差 但是速帝奇兵拉斯的时候 选择在里面跑 究竟他是今场热身 还是莫尔拉的选择 没有大家心目中想 这样发挥 留给大家一个无限的幻想空间 速帝奇兵 卖到这么热的赔率 似乎其他马匹要选择 到时下场再看 我们休息回来 看看第七场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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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